HELLO 各位大家好,我是草苑Rioです 今天一樣,接著繼續了解一下我們的科研系統 在上集已經說明了科研的基本操作 以及該做什麼樣的委託 拿到圖紙的效率會比較好 剩下的,今天我們就要把所有的疑問都一掃而空 總的題目架構大概分三個階段 好,那我們直接先進入見傳性能的分析吧 好,首先是介紹的君主 那君主他是身為一個皇家的後排戰艦 那他的優點是他擁有非常強力的一個跨射彈幕 這個等於說是一個胡德的上位版跨射 那這個跨射彈幕除了Tone以外 他還會附加一個減速的效果 那在推圖PVV的地方他可以起到不錯的傷害 那在演習過程中他可以搭配驗戰 直接去針對對角的對手 秒殺直接對後排的對手 那這個是非常的殘忍 那他另外一個技能他也是自帶一個回血技能 所以他在後排的坦度相當的高 比起一般的戰艦而言 他們他具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乘傷能力 好,那再來說說他的缺點 那身為科研船 基本上他們的幸運值都是0 所以後排戰艦幸運值為0的情況下 他極度拉低了他的一個命中率以及暴擊率 那他必須要依靠後天很多的裝備來撐起他的命中 比起火力他更需要去撐他的命中 那除此之外他基本上沒有太大的一個弱勢 好,接下來介紹一下這個海王星 好王星他其實就是一個菲尼克斯的上位版 雖然說沒有主砲加力 不過他各方面在主砲效率、魚雷效率 還有對空效率來說都是非常不錯 而且他擁有一個範圍極大的射甲彈幕 所以這在他的整個輸出的過程中 非常的有幫助 那也可以吃到皇家的buff 所以在一般在推圖的情況下 在演習的過程中他都具有一定的彈度 還有一定的輸出 那如果說他的缺點的話 那就是比起boss戰 他比較適合道中 因為在道中你可以出發比較多次的回血 那多次回血 只能夠完全發揮出他孫維這個毯子的一個功能 那在boss戰他打一次回血之後 他就沒有再多餘的回血能力了 所以應該說在道中會比較適合他 好接著來看一下這個路易九世 他有個技能是增加榴彈的輸出 而且他自身能力都非常的高 在面對輕中甲的敵人會有不錯的輸出 那另外一個技能是可以增加自身的行數以及迴避能力 那這個技能只能持續40秒 那40秒之後他就會打成圓形 就跟一般的重巡一樣 移速非常的慢 迴避非常的低 所以他比較適合放在道中 以及在演習的前40秒 會有擁有不錯的一個生存能力 那如果說他的缺點的話 一般重巡又是低迅運的情況下 命中率是非常的低的 所以他可能要需要一些命中的裝備來做補強 那他這個船其實是身為一個法國的一個陣營 那目前為止 法國還沒有真正的一個法國核心buff 可以來增強這個前排的角色 他不像QE不像是重鷹 有一個完整的buff體系 那現在來說 他大部分的作戰 大概都是像是單兵作戰一樣 不過他本來就是可以透過他自己的 個人的能力來發揮出不錯的一個傷害 以及作為負坦的一個能力 好再來看這個重鷹的戰艦 出雲 出雲呢他是擁有一個相當高級的炮擊數值 還有炮擊的效率 那他的特殊彈幕呢其實也像是一般的大氣 然後這個是帶側甲的 所以具有穿透的效果 所以他是比較適合打一些中重鷹的敵人 而且在道中的輕圖效率是還不錯的 那這個另外一個被動技能呢 是有射甲的一個減傷技能 所以在面對一些什麼像是 西蘭造型活動 擁有這種射甲跨射的敵人 他的成傷能力是非常高的 不過在一般的地圖 一般海域大部分的戰艦跨射都是屬於榴彈的 所以他非常的怕榴彈 所以他非常的需要用滅火器來做一個減傷的動作 對 所以他的缺點就是因為他是大氣彈幕 所以他非常吃旗艦射 如果他不是放在旗艦射的話 他的彈幕輸出基本上就失去作用了 那叢鷹這部分就是會與長門還有三力去搶這個旗艦射 所以變成說他只能單獨在道中做一個輸出的動作 很難說去吃叢鷹的buff 再來剛剛講的 他的技能雖然對撤甲彈有減傷 可是對榴彈 點燃的效率是沒有任何的減傷 所以他非常的怕點燃 所以後排一定要上滅火器 好接著是叢鷹的前排重巡 一吹 一吹除了沒有主炮加益以外 他把它改到變成是魚雷的獄裝填加益 所以他開場就可以丟兩波的魚雷 那他所有的攻擊技能呢 都是在增加雷傷雷爆 還有魚雷彈幕的一個手段 所以他變得是非常吃魚雷傷害的一個角色 反而不是在主炮輸出的部分 所以他必須要用手動操作 才能打出比較好看的一個傷害 那他的天花板其實也很高 如果你可以貼王去打的話 他可以打出塵蹲的傷害 那在活動的過程中 因為後面的活動 基本上都會有一個Celen的精英怪 那精英怪在道中裡面呢 唯一一個在所有科研傳裡面 能夠快速擊殺精英怪的 也就只有這個伊萃 那使用過伊萃擊殺精英怪的一個過程 是非常快速 他可以加速你整個周回的一個時間 用過的都說讚 那他的缺點就是 其實他的坦度沒有那麼高 他不會比羅恩還有剛剛介紹的路易來的坦 而且大部分的傷害都屬於雷傷 所以一般自律的效果會很差 不過你如果可以手動操作他的話 那他是一個非常可怕的一個武器 好 最後講到我們這個羅恩 我們這個羅恩在耐久上面 而且他的技能上面 他都是非常的高的 所以他有不錯的一個呈傷能力 然後他的彈筒轉換 可以在他的整個輸出的環境更加平衡 有側甲 有榴彈 還可以加速整個裝填的過程 所以他具備了一個高輸出的一個能力 那開盾可以保護前排的角色 那針對比較困難的三點精英 或是大型活動以及高難地圖 就是像現在的十三之四 日版的十三之四 他都可以完好如初的彈進彈出 那如果要說他的缺點呢 就是一樣 眾群的低命中低移速 都需要靠裝備去補漆 那現階段如果台版剛出的話 是沒有鼻絲脈的 那等鼻絲脈出來之後 才會有像有皇家的QE 還有叢英的長門一樣 才可以buff整個鐵血的一個能力 那剛出來就只能單打獨鬥 不過他就算一個人 在跟其他陣營配合的情況下 他自己的彈度以及輸出都是足夠的 那有鼻絲脈就是更上一層樓的意思 好接著來講一下這個農船隊伍的推薦 好在講農船之前呢 必須要先講一個觀念 就是你必須要拋棄林魄的觀念 為什麼 因為在二旗開發的時候 加入了這個艦船技術 那這個艦船技術是什麼呢 當我方陸手一艘船的時候 會加該陣營的科技點數 比如說像是翔赫他是重鷹的 陸手會加了重鷹科技點數16點 然後附加航母這些空母耐久 這是全體都受惠的 那吸力金滿破會再加32 120級會加24 全部都加在重鷹的科技點上面 那陣營科技點有什麼用呢 當陣營科技點累積很多的時候 打到一個門檻 你可以去升級這個 該陣營的科技技術 那他會給你很多附加的一個屬性 那每一個陣營 他都有每一個陣營的附加屬性 那全部研發出來的結果 是所有艦船都受惠 所以美國皇家重鷹研發出來的結果 全部的船都可以吃得到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全部的累加效果 光是驅逐 光是累積就可以加11 各個不同的船種都收回 所以各陣營 陸手會有各陣營的點數 可以去研發 那全部研發的結果 全部船都可以吃得到 所以這也就是認為 就是跟你講 在未來 你必須要把船全部拿到手之外 還要全部都要滿破 那滿破之餘 有能力的話 還是要把它連到120 因為連到120之後 會增加所有的屬性 還有很多的科技點 幫助你去研發更好的數值 那這是全船都受惠 所以你未來一定都是滿破120 而且在不斷的追求120 因為別人都在不斷的在進步 如果你還在用0破的話 你永遠沒辦法享受這些科技點 帶來的成果 所以你會更加越差越多 一樣的船 可是在背後 它所帶來的科技的數值差異 這就是你跟我之間的差異 所以從現在開始 不要再有0破的想法了 下面介紹這些農經驗的隊伍配置 基本上就是滿破 90級以上的一個基本角色 那搭配這些指定的裝備 一定是可以過這個所謂的地圖 我所謂的地圖 所以7張 主要是在著重7張8張 那在道中的收益 那打王隊可能就是要另外 之情再去編排了 因為打王隊可能每個人 擁有的船種不一樣 那你可以找出適合你的打王隊 那基本上道中隊應該都是大家 會友的一個基本角色 好啦 那接下來就請你慢慢看啦 有需要的話按暫停 好 首先你後排的選擇 可以選用一個滿破的黑暗 那主砲加6即可 那副砲隨便 最好是上滿這個維修 強化版本來是最好 可以增加他後排的一個生存能力 那前排角色就是用美國的輕群 主砲當然最好能夠加持 可貼砲算是一個比較簡單的一個門檻 那如果你有被野砲的話 多上一些被野砲也是可以的 副砲加6帶過就好 對風空砲基本上可以不需要 加6的一個維修 加6的彈鏈可以增加整個輸出的一個優勢 那最好要有一個人帶一個SG的雷達 那假設你的時間很多的話 你可以換掉其中的人 換一個靈魄的唐屍或卡星 那裝備就在這邊 主要是可以增加他的一個生存能力 因為基本上靈魄的輸出不用太在意 他只要能夠安穩的在道中存活就好了 當然可以增加我們的指揮官經驗 那除了這些角色以外呢 你還可以選用這個諸諾啊 或是這個其他的青巡來做替代 可以增加索的 可以增加索的 或是這個點子 我們可以增加索的 本文的風景 有一個像說的 在這裡 我們可以增加索的 但是我們要的一個 都可以增加索的 但我們要把他放在一起 可以增加索的 如果我們要來增加索的 我們可以增加索 接着是我们出云的经验 出云的经验是必须要用重阴的后白战舰 或是巡战 还有航战为主 那我这边使用的是三层半改 还有日向战舰 那主炮选择一定要分开来 一个要用410 一个一定要用NK6 这两个一定要分开来 那副炮选择使用152 这个连装炮是不错的 那对空随便 那有弹链可以增加它的撞点时间 那增加一个火控 可以增加它的命中率 还有一个人一定要带雷达 那单前排的选择 有这三个可以做单前排的选择 菲尼克斯单前排应该无庸置疑 那装备就是上到最好 然后生存的装备 那里安德其实也算是一个 不错的一个 单前排的角色 它可以拉烟可以自保 CP值相当的不错 那存活率最高的这个小天鹅 其实也是不错的选择 那不过小天鹅大概在7-2 会有比较好的生存率 那如果说你要上8张的话 最好是用 这个菲尼或是里安德上8张 到中会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除了这些后排角色以外 你还可以用 扶桑啊 伊士啊 甚至之前的比瑞三历 其实都可以拿来做 后排的一个选择 只不过他们要比较一下 你可能想念的角色 或是他的友好 是不是合你的这个消耗 好 再来这个君主的方法呢 队伍呢 一样 我们用大七的罗德尼当作旗舰 那QE可以从旁辅助 那一样 一个用410 一个用MK6 那弹链 火控 SG雷达 都是必备的 那单前排角色 跟刚刚一样 有这些可以选择 那不过如果你出了QE的话 那选尼安打 或是小天鹅 对他们来说 他的坦度 还有输出都会增加 是一个比较好的行为 那基本上 皇家一定可以带8张 8之1 8一8二应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如果这样要上到8四的话 可能会需要点手动的空间 因为毕竟 打王的情况下 会有很多鱼雷 手控可能可以确保 不要被鱼雷给打到 那除了这些角色以外 当然一样啦 像宴战 还有罗德尼 胡德 这些也都可以拿来干 这个君主的一个经验 看你的一个选择 好 最后来讲一下 大家最在意的开发顺序 其实开发顺序 如果依照强度去分级的话 那第一个你一定要弄出来 一定要练满的 那就是君主 那综合评价是最高 而且他还有两件 已经贩卖的两件 你看看那个腰身 太厉害了 这你不买 你不干 绝对不可以的 好那第二名 一定就是我们的罗恩 罗恩在高难地图的时候 或是在你开拓的过程中 可以帮助你很大 因为他的高坦度 高伤害 绝对是你过途的 最好的一个选择 而且他还有一个skin 一周年 二周年的skin 所以买起来也是不错的 再来第三个 我这边推荐的是一吹 为什么呢 一吹可以帮助你去速推 各大型活动的一个道中 真的用过真的很快 当然油耗也会相对比较高 不过时间就是金钱 当你想要在活动中 打捞特定装备的时候 你就是要比快 练一支一吹是比较好的 那另外他也有一件skin 还有赖武徒弟 你会帮助你 你看看鎮域的Live2D 你怎麼可能不買嘛 一定要買 一定要做好的 第四名我這邊強力推薦的是 海王星 因為皇家團隊應該都會用到他 所以皇家隊可以征戰南北 打很久 打好打滿 打到13張都還在打 各大活動也會用到他 或者是你在打演習組 皇家隊的時候也會用到他 他現在有一件是聖誕節的skin 也是2019年 他手出的 還蠻新的 那如果台版要的話 可能要等2020的聖誕節了 那第五名的 我這邊選的是 這個聖誕翼呢 為什麼把它排到第五名 是因為往後會有一個墜落之翼 那墜落之翼這邊會出現一隻陷道角色 叫做明尼的 那這個明尼一樣輸出非常的厲害 然後再來他的坦度 其實也是蠻高的 所以就油耗比性價比來說 其實這個明尼 其實就差不多等同於這個陸翼了 所以說技能上面的不同 那相較於陸翼他的油耗更加的親民 那大部分後期都會選用明尼來做一個替代的方案 所以變成說後期很少會用到陸翼的這個角色 即便說你要拿來打演習 那其實演習場現在有很多的角色會取代他 所以陸翼現在又沒有skin 真的是整個就是發佩邊疆了 真的變成冠昌了 說實在的 那第六名就是我們的出雲 出雲因為他的彈幕問題 而且他的旗艦位的問題 所以他導致他跟很多叢鷹旗艦格格不入 而且未來勢必上一定會上長門這招 因為所有的叢鷹都會是仰賴長門的buff 所以一旦長門一出 基本上就是直接壓縮出雲的出場空間 那剩下的你會用到他的話 基本上就只有你是從陰有愛的人 玩家你才可能會使用這招船 那他也是在農曆年出了一個類似花魁的game 這非常的棒 非常的色氣 我是非常愛的 好 接下來如果你不考慮強度的話 那以萌新剛進遊戲 比較適合配合你的進度去做 科研船的開發有哪些呢 當然第一名你可以先從這個 錄一開始 因為一開始你會累積不錯的一個美巡 前面的什麼菲尼啊 海媽啊 這些都是非常好入手的一個美巡 而且強度都很高 所以你初期在練等級累積裝備的時候 也可以順便去農這艘船 那第二個你可以順便做的是皇家 皇家後排真的很強 胡德 宴戰 大旗QB這些非常的強 從遊戲初期到後期都很強 所以這也是在萌新階段是非常好做的一個科研船 再來就是鐵血的羅恩 因為羅恩他只能用三個潛牌 三個比較簡單入手的清巡 所以自然你會在七隻二慢慢弄 慢慢蹲把裝備給弄強 所以這個時候選這個簡單的三清巡 來農裝農資金農科研是最好的一個手段 好 那再來你裝備齊了之後 現在用不管什麼皇家女仆隊 被罰愛丁堡這些到八張九張 都是輕鬆碾壓的 好 那你在一般地圖有了優勢之後 接下來你在活動地圖 那活動地圖裡面是沒有埋伏的 那沒有埋伏剛好因為蟲鷹的眾巡很多 像什麼高雄啊艾蕩 他們都是眾巡 所以在一般海域他們很容易受到埋伏 所以我是比較推薦說 你如果在活動之餘 有能力的話就是剛好練一吹 開一吹出來在活動 一次活動把它給練出來是最好的 因為活動不會有埋伏的問題 剛好把眾巡一次練好練滿 那最後就是粗雲 因為粗雲基本上他的後排 全部大部分都來自於活動 比如說三粒的活動 比如說像紅藍的活動 很多好用的重音後排都來自於活動 所以你入手的難度非常的高 所以是需要時間 所以你一開始不太可能說 馬上去開發粗雲 所以你必須要等活動 到手一些比較好用的強勢傳種之後 才有辦法去開發粗雲 好以上是今天科研下集的詳細的解說 非常的詳細 那如果你在科研開發的順序上 有任何不同的意見呢 那其實可以不用參照我的 那遵循你自己的意志 玩遊戲才是最開心的 好啦那今天就到這邊了 有問題的話請在下方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